据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报道 山形县家茂水族馆近日新出生两头胡麻斑海豹幼崽 这是该水族馆自2014年以来 首次连续两天有海豹幼崽出生 两只小家伙分别于25号和26号降生 体重均为10公斤 刚出生的萌宝身上还覆盖着柔软的白色胎毛 模样憨态可举 严方说三周以后幼崽胎毛就会退去 到时就能够辨认性别 届时水族馆将会向社会争取小海豹的名字